阿凡啦 那不是 那那一拳那是誰 不知道 我現在還不知道 我要去問問周族的人 看有沒有傳說 因為我要去找他 所以我們現在把Vogue收回來 收到 你看我這裡打一個一圈圈 有沒有 這叫貓爾幹遺址 你看這個地方 所有的藍色遺址 最集中的地方 這裡一圈 這裡一圈 這裡一小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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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 這是西樓 這邊是東樓跟梅里 然後這邊是惡陵 這邊是惡陵北邊的那一小圈 然後這個是最大的圈 那這邊很靈散 這個椅子很小 這個椅子非常的小 小到我認為它是剛少 幹什麼 是去看南邊的人有沒有上來的 很小 它是一個沙丘上的一個椅子 我們去啦 我們去啦 所以我要給大家看它在哪裡 你看 我剛剛給了大家空間位置對不對 所以我就根據空間位置 我仔細去做調查 我發的苦工是有道理的 我要去找什麼 荷蘭人既然說他在 八道龍社跟貓爾干社 都設有正教中心 也就是管理當地的中心 去那裡住 一定要吃 吃一定會弄光 然後一定會喝酒 因為牧師可以喝酒 傳道人當然也可以喝 他們跟那個神父不太一樣 好啦 他喝完酒以後 也一定會跟住在海邊的那些士兵一樣 把岸平湖怎樣 喝完以後 喝掉 對不對 滿地都是破酒瓶 對不對 應該要這樣 所以我就去做調查 調查了以後就選一塊 調查的時候 我發覺整個貓爾干椅子群 只有大的一塊 出現了密密麻麻的 十七世紀初年的東西 十七世紀前半季 那我是用什麼做的 我等一下告訴你 因為磁器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分類體系 好啦 那我就在這個地方選了一塊地 做豪虎發覺 我往下挖 在十七世紀的地層裡面 挖到專造的豪虎 我不敢拿走 為什麼 拿回去 這個可能是雲林縣最早的 一棟房子的地基 十七世紀的 專造房子的地基 所以我不敢動啊 所以馬上挖完就把它帶回去 你看 很整齊有沒有 我們有側位土 跟整齊 因為只剩下一層 下面就是底部 上面為什麼只剩下一層 還不信這塊地被外出 整定了 難怪我會檢查 那麼多十七世紀的標本啊 當然啊 游宜昌發明的那個電線乾調查法 跟水溝調查法 這個時候就在嘉南平原出現了 我去那裡做了所有的水溝的調查 這很有趣啊 灌溉浚溝的調查非常之有趣 你不要去那個排水溝的底下調查 不要做灌溉浚溝的調查 這個是我的田野課裡面 我常常講的一個很有趣的調查 好了 他出土的東西 相當數量是這種 他們自己做的 具有拍映文的 那種長的身子的那種套器 這是他們的日用 火候非常的高 但是是自己燒的 用當地的土燒的 好了 那陶器上面往往有拍映的這個條文 這個跟我們在台中看到的 跟在台南看到的 台中的番子園文化 跟鳥松 台南的鳥松文化 都長得不一樣 但文式不一樣 製造方法不一樣 氣形不一樣 所以對陶古家來講 這是三種普通的人 所以我們很清楚 立刻從他的自己做的這場 日常用品馬上可以判斷 好了 第二個 很簡單 你看這是他的日常用品 對不對 然後接著 在這個地方出現了 這一類的問題 緊合正的 進化值 十六世紀末到十七世紀前期 十六世紀 十六的後四分之一 緊 是多少 1570年代到 160 然後十七世紀前期在哪裡 這個東西流行的年代 信航 我們其實很記憶 現在清花池的研究 非常的清楚 十六世紀末到十七世紀 江西景德鎮 然後這個清池 十七世紀不見方舟 這個安平湖 十七世紀 現在我們已經知道 滅南地區 那個邵武堯的座 這個東西他自己不會長腳過來 對不對 我說這個一定是怎樣 喝酒喝完丟的 這個呢 河南人喜歡用的大的盤子 好 張舟堯的右上殘 十六世紀末到十七世紀前期 一樣 這個是非常有名的 裝飾體系 右上殘 保存狀況不好 右上面的殘快掉光了 所以這個不能戳 不能用力戳 這個用力一戳 這個紅色就不見了 為什麼 這是燒陶的兩種技術 一個是右下殘 一個是右上殘 一個是右上殘 右下殘不會掉 那右上殘呢 你塗在右的上面 一戳會掉 因為是兩種不同的製造技能 好啦 又出來了 數量還蠻多的 那這些東西絕對不會是凌空而來的 所以透過我們的理解 你看 這些印桃其實也是那個時候的東西 所以假使從這些東西裡面 我們就去做了詳細的探視室年代 我們發覺幾個重要的遺址都在那個遺址裡面 雷座 失措療 貓爾干 這些一直做的年代 測定的結果 大概在八百年以內 頂多可能早到一千年 到歷史時代初期來逐漸消失 年代可以界定在 距今三百五十年前 就是考古學家講的距今 是從1950往回算 你假如看考古學家講的距今 都是這樣 那為什麼是1950往回算 是因為考古學家的探視年代 但測定的結果 是用1950年往回算 那個考古學家講的那個BP 那個有人有兩種解釋 一種叫做before present 就聚今 另外一個就是 聚物理學的年代 因為它是側年 開始應用的那一年是1950 所以它是從那個年往前算的 我們現在也完全用同一個標準 連算 所以屬於張明家庭園地區 金屬其實在最晚的史前文化 那彰化縣境內北半廁的遺址 做出來的年代在六百到四百 蔡岩獎那個遺址 福辛鄉的蔡岩獎這個遺址 這個遺址基本上是班子園文化的遺址 可是它出了非常多非常多 蔡岩獎文化的標本 所以呢 我為什麼界定它是 番子園文化的遺址呢 是因為它是身杖 蔡岩獎文化是兩身杖 這是兩個不同的文化體系 該趴著埋的趴著埋 該怎樣 躺著埋的躺著埋 該像媽媽睡覺埋的 就像媽媽睡覺埋的 像測身體質上 在媽媽肚子裡面的知識的 這樣的也有 那每一個民族 它對於自己埋葬的解釋都不太一樣 所以它年代我把你略過去 江華平原的走水蹤跡上的北翼的時候 它的年代也許可以用這個年代來推敲 大概六百到四百左右 那這就有趣了啊 那假使是這個樣子 無論如何 馬王干這個文化體系 你的考古家命令的 馬王干這個文化體系 年代大概就是在八百語內到怎樣 何能人來統治的前後 那麼這個史田跟歷史怎樣 就完全構合在一起了 空間位置服務 年代符合 然後特殊抵擊現象符合 符合考古家所謂的 民族考古學的直接類比法的 所以我就立刻把馬王干文化 他的生活型態找出來 好 你看 這個疑似所反應的生業型態 以農業為主 然後也有一些備種 所以他也知道利用海生的這個貝類 那其中鹿科的這個海生的貝類 那這個骨頭其中鹿科的動物最多的 比較有趣的是 同時在這些灰坑裡面 有他們自己的淘氣 也有外來的淘氣 在遺址的灰坑中 大量鹿跟豬的骨頭 有說明熟練重要的神業時代 尤其是在十五六世紀以來的晚期 這個文化的 茂根文化的最晚的這個階段 和人進入去肉類從事交換貿易 露比露肉的製品 成為交換的物資 那你問我說 劉老師你怎麼知道露比露肉 露比座的交換物資 運氣很好 我挖到一個灰坑 那其實也不用運氣 挖下去就是灰坑 那個灰坑所有的鹿都沒有這裡 鹿的蹄的部分 也就是假如我們用動物學的術語 長植骨完全不在 只有怎樣 身體的部分 同樣的情形 我們假如回復到台灣原住民的民族誌的記載 很清楚 這個就是取鹿皮的結果 他把鹿皮怎樣 從這個地方 環坡之後這樣子 四池這樣就把鹿皮這樣 所以我們透過顏色 我們基本上理解 他的生活形態裡面 非常特殊的可能是 大量的露肉跟露魚 會被拿去做為冒露的地方 這是我們看到的怎樣 他的猜測 那基本上露 豬 基本上豬的牙齒 基本上上面都有砍疾的這個痕跡 然後當然也吃魚跟雞 吃魚跟雞 但是數量很少 這個雞的數量很少 跟那個露跟山豬的比例 尤其是露的比例 非常非常的高 這是特殊物品 那假如透過這樣細的研究 大家看這個具有砍痕的骨盒 有沒有看到刀子 刀子的痕跡 一刀一刀都存在 就砍了 就是切啦 就處理露肉 好啦 那這些東西 我們再來再討論到 這些要讓我們細細斟酌的東西 那真的就只有十六七世紀嗎 十五世紀的第四分之一記嗎 就是十六世紀的第四分之一記嗎 從1570年代以來嗎 其實我仔細的回覆我早年採集的資料 其實不止 它出現了十三、十四 或者是十四世紀或十五世紀前期的一樣 清晨 那時候還沒有清過 出現清晨 甚至我踩到十二世紀的清晨 我不知道我這裡有沒有放 我不知道我這裡有沒有放 在這裡 浙江龍泉 你們把根關掉會看得更清楚 下面這個 浙江的龍泉 我跟我們的研究夥伴 來到議員所的博士生 王淑貞女士 一起檢視了這些標本 我們認真的細考 也許不是十六世紀的後四分之一記 也許在更早的階段 漢人就已經來到了台灣西部沿海 借助原住民社會 跟原住民之間怎樣 取得某種程度的貿易跟交換關係體系 只不過這些貿易跟交換 從來未行諸於怎樣 漢人社會的文治體系裡面 卻保存在地層裡面 這些特殊的證據 那這個特殊的證據 我們可以看到 一路下來 我剛剛給大家看的 這些東西 這些東西 那這些我再一次的放給大家看 這些其實還蠻有意思 而且不只雷索那邊到小家東 就是西羅也有 然後一路下來這些東西 那我們基基夫可以講 為什麼法法郎在 荷蘭統治的初期的時候 1620年代到1630年代的後期 前面的這15、20年 荷蘭統治台灣西南部的時候 他能夠跟荷蘭人對峙那麼長的時間 而不怕荷蘭人 甚至他說 他要把荷蘭人給消滅掉 為什麼會這樣 其實很顯然的 從考古資料裡面來看 必然有漢人藏在這個原住民的社會裡面 可是後來也從荷蘭人的資料裡面 相當程度的證實 所以我們現在調頭回來看 既然地望是這樣 既然物質文化是這樣 好了 那17世紀荷蘭人留下來的 熱蘭熱誠字字跟相關文獻資料來講的 發白蘭應該是個他成果 我剛剛講的 文獻裡面 發白蘭是一個非常大非常複數的社 他提到發白蘭跟周邊的關係 跟相關位置的時候 發白蘭在貓爾干的西邊 顯示發白蘭既有河岸港部或海峽的功能 發白蘭和貓爾干是和人實在 北部集會區的重要的政治經濟跟貿易的東西 好了 假使是這個樣子 那既然發白蘭的這些聖民變換 跟他們的想法 我剛剛已經在口頭講的時候 就已經跟大家講了 他自己叫自己叫什麼 傳世的發白蘭疑點和併覆的 發白蘭以教育為難 都可以讓我們知道 我們做了仔細的研究以後 我們已經理解了 既然是這樣 好了 那麼有趣的狀況就出現了 我一開始跟各位講的 何男人一直叫他發白蘭 所有的企圖都叫發白蘭 雖然他自己不要你叫 但是何男人還是這樣叫的這個社 到了楊陰的崇禎實務的時候 他就變成了 他到二零跟南色去切斌羊 然後 其實 伊倫加吉老前輩 他對於南色的解釋 以及後來有些人 把馬爾幹跟南色連在一起的解釋 認為南色是在馬爾幹之南 所以叫南色 可是這個問題 在我們假如把它回到 何男人的紀錄的時候 就都不是這麼一回事 所以楊陰的基在南色是正成坡 部長 部隊駐紮跟古籍的重鎮 所以清代以後 凡是跟發白蘭近似的 漢之社民都不存在 南色的記在又全面的 取代了荷蘭時代發白蘭 我覺得 我可以完全接受 南色就是 康希武十 我可以完全接受 然後康希武十六年 諸多縣制出現的 藍色的位置 明確記在 中份正名的藍色就是 何蘭之代 好了 我們從這張地圖裡面 我們會看得比較有趣 你看那個時候的濁水溪 不長得跟我們現在的濁水溪一樣嗎 它是差很多 它出來像網子一樣有沒有 各位會看到 海風崗在這裡 這個地方現在是哪裡 柳清 柳清在這裡 好了 就是西樓社在這裡 茂丹社在這裡 南社在這裡 有沒有看到 所以怎麼會是 南社是茂爾幹之南的一個社呢 所以也許你從它那個發音 等等去聽聽聽 也許會比較有趣 所以公勒在這裡 梅里在這裡 然後惡靈莊在這裡 惡靈社在這裡 惡靈社在這裡 三靈感在這裡 所以這下子 我們就清楚從相對資料裡面知道了 新朝的相對關係 那我們再來看 1909年的民主官調查這裡 紀錄海風堡的南社 種族是什麼 不知道 戶口數八 人口男二十女二十二 荷蘭時代說 這是有四千個古倉 八百個壯丁的大社 荷蘭人要派五百個荷蘭兵 跟五千個喜拉雅去對付他的社 林府方調查這裡 剩下這樣 他的位置在哪裡 請各位 這是我所謂的 貓爾干遺址的相關位置 九孤遺址在這裡 頂錯是小的 這裡非常大 我後來的調查研究 這裡整個是一個遺址 幾乎可以完全連在一起 透過相對的地理位置到日式時代初年的寶圖級的比對 我們可以看得非常的接近 所謂的寶圖級就是當年的西樓系 我們看到 貓爾干遺址在這裡 這裡應該就是貓爾干遺址 這裡是漢人的貓爾干舊莊 這是現代漢人的貓爾干床 而這裡則應該就是貓爾干遺址 這是我們看到的整體相對關係 清代人化的相對關係也沒有錯 荷蘭人口述的相對關係也沒有錯 然後在這個位置上面 出土的十七世紀最多的這個 十七世紀初年的東西位在這裡也沒有錯 那相關位置的考證 去談談歷史學者所稱的包裝槍 攻刺槍 也大致落在文獻輝論所及的一個大範圍裡面 但是假如我們再把荷蘭人清楚攻擊 法巴巴隆的春色紀錄裡面可以知道 從奔崗大溪旁的這個奧良野小森林到 法巴隆的距離八幼二分之一 假如我們用曹永和教授對於 奧蘭里的計算方式來計算的話 那麼 法巴隆大溪剛好在兩者之間南距奧良野小森林四幼二分之一 被移去法巴隆社四里當時的里來計算 大致從奔崗大溪到法巴巴隆社五十二公里左右 那是指他們走路的距離五十二公里左右 直線距離五十二公里已經到惡林附近了 也就是文獻爬書資料的比對可以理解 歷史學者從文獻爬書比對所得的包裝 應該不是法巴隆社的所在 更何況 我做了所有的塔魯調查 包裝箱沒有當時的塔魯名字 這是一個直接的證據跟反正都符合的現象 所以 我認為擁有馬爾幹遺址的輪內鄉西側跟邁遼鄉東側 才是法巴隆社跟馬爾幹社的所在 這個推測跟歐陽泰所推測的 在現在濁水溪的正南岸幾乎一致 所以也就是說用荷蘭時代的文獻推測 兩個人推測的不一樣 其中一個大概是對的 因為他得到考古資料的明證 所以假使用這樣的方法來思考的時候 我就會認為 不論語言學的證據 不論考古學的證據 不論歷史文獻的推論 我們都證實了應該是這樣的話 那麼 從史學文化內涵的比較 我們也可以看到 列入的跟大型農業的系統 完全可以符合馬爾幹文化跟法巴隆之間的關係 馬爾幹文化遺址中發現的青池 中國製造的磁器印桃以及瑪瑙玻璃珠等 快來物質 持續到16世紀福建漳州地區 窯口所生產的磁器印桃 金屬器裝飾品 也間接可以說明荷蘭文獻記載 在法巴隆生活的情形 等於在塔古遺址中出現的印證 何蘭人當時說 為什麼法巴隆跟二林社的人會反 就是因為後面住著中國人在那裡 教他們交說犯就是華人 就從何蘭人的立場來講 好啦 那假使是這個樣子 這一段歷史公案不是就應該明瞭了嗎 所以我們應該回應先前提出來的問題 聚若干人群的空間範疇 我們幾乎就是我剛剛講的 我認為狹義的法巴隆人 應該是指法巴隆甘遺址的人 但是光他的所在的位置 就是在佐水溪南岸的 雲林縣的麥寮鄉的東半邊 跟怎樣輪貝鄉的西半邊 然後假如廣義的荷蘭人講的 法巴隆語的適用範圍 在彰化平原的南半側 一直到怎樣到佐水 到這個雲林縣的北半部 也就是佐水沖積山的 整個沖積山的區域 都是法巴隆語的適用範圍 然後法巴隆教區 比法巴隆語更大 還包含了南邊的打貓 侏羅山以及北邊的彰化平原 都是法巴隆語的教區 好了 那這些因為有些細節的資料 我就沒有跟大家講 因為從日記時代以來的 所有的研究資料 透過一個考古遺址的論證確認以後 可以完全把它綁在一個系統之下去做解釋 好了 完畢了以後 那族群的歸屬跟去向 我剛剛問的問題 族群歸類的問題 包括這個人群的靈異涵 在日記初期以來 學者或政府分配的貓物側族跟何安養 那這個貓物側族 我們是最好建議不要翻這個巴布莎 巴布莎應該翻怎麼樣 巴布莎這樣好了 不會弄錯 不過法巴隆語的 也可以分出另外一個惡靈語 而且侏羅山這打貓色的嘉義丘陵 往往被歸為使用新港語 所以俠義的法巴隆語 或法巴隆語文化 可能只包感冒 但乙子群的 這是俠義 那進一步擴張 以佐水衝擊品業為核心 包括範圍及佐水衝擊上北岸的 惡靈東羅、梅里 以及佐水西南岸的西羅、高文跟大利物 頂多加上打貓 至於侏羅山社則很難確認 更大的人群範圍或教區範圍 幾乎涵蓋整個佐水衝擊上 這些人群在1820年集體遷入土裡 集體遷入土裡以後 形成的竹社為學者分類所稱的 茂木側族跟布莎里亞族 這些人進進去以後 被塞在不同的土裡面 好 所以回到這張土 也就是說 也就是說 這裡 這個是 荷蘭時代的 拉布莎的 主要範圍 這個是 荷蘭時代 拉布莎教區的範圍 就是他的傳教區域的範圍 他用那個語言去傳教區域的範圍 那其他的空間位置 假如你問我聚落的相對 救胡偉溪 無疑就是 巴巴龍大溪 那流過去內的四座姚西 荷蘭時代 荷蘭人進入巴巴龍聚落的時候 越過了小溪 那你問我說 有老師為什麼不是新胡偉溪 對不起 新胡偉溪是清朝才新成的 所以不會是荷蘭時代的 胡偉大溪 假如我們把巴巴龍判成胡偉的 叫做胡偉大溪 從研究討論裡面 我們可以確認他做一個人群或聚落 巴龍的人文化內涵顯示這群人 平原必須形成數個大型聚落 構成同一個文化群體 這些人群智商生活 以農業為主體 手裂和採備是重要的聖業形態 好了 所以你問我 我就讓你重新思考 他到底是什麼 所以我認為 應該是從巴巴龍社回到南社 也就是說 既然他自己不願意被人家稱為巴巴龍 也許你應該叫他叫登陸社 但是漢字有一個叫做南社的用語 所以我們應該會在整個命名體系裡面 把巴巴龍拿掉 而用他自己的名稱 因為有文獻紀錄 我們稱他為德嫩 或是南 或是南 這是他的這個社的名字 這是從巴巴龍社回到南社 然後第二個 從巴巴龍回到狼人 提出核治時期的紀錄 我們知道巴巴龍代表各種不同的意涵 以原區域人群西流教區 可是從我的研究裡面 我們可以知道 巴巴龍是他稱 巴巴龍是荷蘭時代的專民 荷蘭時代結束 巴巴龍名稱小之 所以就沒有了 所以呢 我們覺得從巴巴龍疑點裡面 有關人這個字的單字的說明 我們也許稱為巴巴薩 或者是巴巴薩 碳字的書寫最好不要用貓霧冊 而用不容易滾掉的巴巴薩 我個人覺得 這是我自己的研究心得 那你問我 那還有沒有 侯安亞族嗎 還是還有沒有侯亞族啊 我覺得 從我們現代的分類體系裡面 我們可以有 但是從歷史的分類體系裡面 大概就不能把它講 十七世紀的荷安亞族 因為這個字大概就是錯了 也就是回應我自己在 1995年到1998年 我研究北部地區的 凱達荷蘭族這個稱謂的由來 我認為十七世紀沒有凱達荷蘭 十七世紀叫做什麼 十七世紀叫做巴塞 十七世紀叫做北陶 十七世紀叫做李竹 十七世紀叫做不露 十七世紀叫做雷浪 十七世紀從來沒有人叫做凱達荷蘭 凱達荷蘭是19世紀末 20世紀初以來日本學者給的名稱 就跟荷安亞一樣 那你要不要用隨便你 但是你絕對不能把它用到十七世紀去 也就是原學家犯了一個嚴重的錯 把十九世紀末 二十世紀初以來看到的現象 直接貼回去 十七世紀來使用 然後要我們接受 所有二十世紀的分類體系 認為原住民就長這個樣子 這是我跟原學家對話 我認為不應該這個樣子 所以假如從這個地方來看 我們再看 欸 巴不上應該要這樣才對 對不對 巴不上應該要這樣了 那好了 那你們就會問你 劉老師你剛剛不是說 在這個點 善這個字的這個點這裡 不是有一個菜圓角遺址 它是番子圓文化 你又說番子圓文化是大肚色的 是大肚色群的人的文化的祖先 那到底是什麼呢 我就問 語言跟考古文化重疊的彰化平原 到底是為什麼 我正在解釋它 正寫一篇文章想要談這個問題 因為它跟台北所看到的情形 一模一樣 為什麼 和人能看到的巴塞 只住在基隆 金山跟山雕三大社群 也就是從現在的哪裡 金山到和市場 那和市場大家就熟悉 它在哪裡了 從和一場和二場到和市場 就是巴塞的分布方的 所以我說三場不是 和一和二到不是 可是為什麼馬淵東一 經過日本的學者小川上一 他們進入以後 馬淵東一他們研究以後 他們發覺巴塞人的分布範圍 是台北盆地的張的北半車 一路到北海岸全部都是巴塞人 我給他一個 我98年的論文給了一個有趣的解釋 我認為是巴塞語因為是一種 商業交易語言所導致的後果 我認為我自己對這個的解釋 我了無心意 我用同樣的解釋方法 我認為從歷史紀錄裡面 巴巴龍的巴巴龍社跟惡靈社 一直都是佐水沖積山 我們現在覺得彰化跟雲林中間 隔著一條溪羅大溪 佐水溪 可是對不起我告訴你 以前的佐水溪 從清朝的文獻記錄就知道 有時候東樓溪寬 有時候西樓溪寬 有時候虎尾溪寬 那有時候覺得虎尾溪不夠 我再加一條新虎尾溪 也就是在日本人把佐水溪 耶穌成為現在的這個樣子之前 對不起 佐水溪是高興往哪走就往哪走的 也就是它應該平均分布 它帶來的營養源到 所有的沖積山林源之上的 所以哪個地方營養過多的時候 它就跑到別的地方去 因為土堆的太厚了 所以它水上不去 它就往低一點的地方就下去了 所以是這個樣子 二林成績是一個重要的 中國商人積極去移 另外二林也是漢人的乙人 二林這不是原祖明的名字 然後也是一個重要的出入檔廠 二林與其可能是左手衝擊 就是讓北域跟彰化平原的貿易用語 長期影響番子園文化人 短期分布在這個地區的人群 也就是彰化平原 從漫以錯西以北的人 從考古資料上來看是 大陸跟大陸番王有關的 番子園文化人 但是講話卻因為貿易用語的影響 變成北域 所以我們現在把彰化平原 馬茲林社阿蘇是來的人 才吵架是來的人 變成北域這樣 這個才應該是正經 好 正是我的看法 所以大陸系的大陸三次隨後 經由大陸系所形成的交通系統 形成另外一個貿易跟交換的區域 這是康菲德說的 所謂的大陸王統峡 此一區域同樣影響幾個普通語言的人群 除了本身所屬的巴布拉族之外 包括今天的海中盆地北側的巴塞 阿維根跟巴布扎等等的族群 也就是說先南邊的勢力上來了 大陸王的勢力再疊過去 這從考古資料上清清楚楚的看到 所以也許考古資料不會講話 但是研究者可以讓他講出有趣的話語來 讓我們知道原來是這個樣子 好 也就是這樣 這是大陸王的轄區 對不對 這是大陸王的轄區 有沒有 這個是巴布扎的 巴布扎的最早的法巴洛的小範圍 從考古文化上來看 那夾在中間的這個東西 原來是語言在更早的階段 14、15世紀的時候這樣疊過來 但是這樣疊過來 造成了這個區域原來的番子園文化人 完全接受了巴布扎語 從此變成我們認為的巴布扎語 這是有趣的 19世紀以來人群的分類跟族群的分布範圍 大多是依賴 語言資料作為依據 民族群遭受國家政權跟外來人口輸入的影響 語言文化以及我群意識到日誌初期 大部分都已經不見了 所以你假如單單用語言來作為分類的標準的時候 將會如漢化鼻言跟左嘴充機在水見 遺址的考古學文化內涵 墓葬形式日用潮劇 屬於番子園文化的晚期 以言宣教區屬於左嘴心藍色的巴巴老 或者稱為巴布扎的人群 那統化是時間和人群互動的一個結果 而不是如以言學家所推測的事 以言學家推測的一個很奇特的推測 他認為人是從這一塊跳過來搬到這一塊 對不起 我不認為這個 雖然他是我老師 我認為根本就是交換跟貿易體系所導致的結果 所以這是比較有趣的 所以從17世紀國家體制進入了之前 一個原本樂天之命豐富污汁豐美 達數百年的大型居留本人群 在國家體系介入之後 荷蘭其實是熱蘭州城統治的 是一個類似國家體系的介入 短短數十年 從獨立自主到任人宰割 所以你在外來移民的強力體系之下 不但喪失了土地 喪失了文化 原本多達數千年的大型聚落 相同文化的人群 以管護佐水村基山的強盛復存 完全消失在台灣之外文地 不復為人們所記憶 只存在歷史文献跟他者的記憶 所以類似巴巴龍的歷史遭遇 在台灣的書寫過程當中 總是被忽略了 日治原祖民紀錄的是 趕快用 趕快利 福利盆地中的每一番五番 角質發巴龍可說是 更像是存在於他者記憶的人群 因為他沒有法巴龍的一點 如何周全台灣的人類活動時 就必然無法忽略 像我們今天所看到的發巴龍 所以透過文獻資料跟考古的研究對話 應該是合一的環境 這是我們看的 謝謝大家 還有七八分鐘給大家問問題 有沒有問題 劉老師 那個我有一點心得可以講 他一點可以跟老師請教 好 不客氣 就是那個 剛剛老師說 那個蜂蜜薩 不要寫成貓霧術 那我的看法是因為 我從日治時代的圖上面看到 他那個貓霧術 都是寫成全自邊的貓 然後片甲裡面 有信拔 對 他說著作拔 所以如果這樣子的話 他寫著貓霧術 蜂蜜薩 也非常的接近 我就用台語 竹的名稱 對 那為什麼 我知道你要問的問題 你在反台嗎 我再寫 好 那第二個問題就是說 因為在清代的那個 舊街庄 他保存在日治時代寶圖上面 叫做貓兒竿的地方 好像不是只有這個地方 他也有其他地方 我不知道說 劉老師有沒有在考古上面 有發現到 這些叫做貓兒竿的地方 他們有沒有一些 考古發掘上的相似 其實他非常接近 都在那個附近的地方 還拿那個地方 好像還有一個 那個在 像斗六也搬到 也有一個在 斗六也有一個在 那個玉井那一帶 對對對 這些東西 我認為是 我認為比較有趣的 一個觀念 荷蘭人來台灣 雖然不太準原住民隨便搬家 但是荷蘭人也做了幾次大的動作 其中有一個很大的動作 是荷蘭人對付了這個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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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法法隆之後 他對付法法隆 不是只有法法隆社 他燒掉法法隆社 燒掉馬爾幹社 也燒掉西羅社 他不是 他對付法法隆 不是只有對付一個社 他是對付兩個社 那對付完了以後 荷蘭文獻記錄裡面非常清楚 他把這個大社的人怎樣 牽走很多 到哪裡 到侏羅山那附近去 雖然只有一句話 但是卻很有意義的知道 荷蘭人怕這個社怎樣 再集結回去 所以把你怎樣 疏散 最簡單的例子 同樣的歷史文獻的記載 我們看得很清楚 日本人如何對付七甲蘭 大家知道這個社對不對 花蓮南勢 南勢阿美最大的一個社叫做七甲蘭 這個社是一個人獨佔所有其他的旁邊的族群 他跟別人不來往的 他跟外面的人打 自己阿美族打 太亞族跟他在的時候 太亞族根本下不來 太亞族下不來的 日本人把七甲蘭社的人怎樣 全部散到整個花東縱谷 你再也沒有機會集結 毀掉你的母社 把七甲蘭社怎樣 全毀 這個是統治者用的手法 一模一樣 我們現在看到的 一模一樣 那這個是第一個 那我為什麼覺得那個 因為我們在族別的用語的時候 我們有時候用貓物策族 那我覺得他的翻譯音 他的原因就是拔菩薩 就是拔菩薩 那是什麼 那這句一個提手房在這個字 這個字是美南語 把東西撒起來 這個就撒了 所以叫做拔菩薩 可是拔菩薩 因為有一個這個色 這個色呢 假若根據簡師郎老師的研究 很顯然好像他的翻群 又屬於大肚子 所以簡老師在翻這個東西 所以我覺得 也許我們就把族群的稱呼 不要有一個色叫做貓物策色 有一個族就叫做貓物策族 在分類上又有一點 又有一點這樣混 可是拔菩薩這個用語 理人鬼先生這樣用 所以也沒有問題 那就是個翻譯 可是我覺得在做這種 有本來聲音的 族別名聲的時候 我覺得後面就把他刮到 那個 就把他的拔菩薩 這個字也就括號寫上去 那然後下面 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下面寫個分號 寫個角柱說 原來大家怎麼稱呼 那我們現在為了避免重複 我們這樣稱呼 這樣也可以 就像我們想要寫到發泡龍色 假如大家相信我的考證 那也覺得這個考證是可信的 我們以後就寫到發泡龍色的時候 就給他寫南色然後括號等等 然後下面一個分號說 這個在荷蘭時代一直被稱為發泡龍色 這樣就很清楚 那個區域最主要是因為 遺址非常的密集 全部集中在一起 時間從大概十二世紀開始 一直到十七世紀 十八世紀末 都還有人住 但是到了十九世紀初 所以那個地方有一個土墩 當地人叫做 這叫藩王墓 他們叫藩王墓 就在那個荷蘭人住的附近 那當地人傳說說 那個地方有街道 有街道 所以其實我勸雲林縣政府 那個地方要保留 那個是解台灣歷史的一個重要的關鍵 那現在惡蘭我沒有找到 我找到了惡蘭全部蓋起來 因為彰化平原 佐水沖基上的土厚達兩三公尺深 我只能撿到那麼大的陶片 被水搬出來其實他找不到 所以一定還有另外一個大色 是在我們的記憶裡面消失的 就是惡蘭社 那梅里社很清楚對不對 被水沖出來現在 在日本時代有一點強 所以東羅西就已經沖出來 那個我們很知道 所以這些細節呢 假若我們不從 現在假若不從考古學上去解 就會是學術上一個不可解的解 所以我才會開始寫這些東西 那寫這些東西希望說 大家看這藍澤神之志的時候 看到這一段的時候想一想 也許在包中大概有可能 因為包中在當時太不住了 所以是這個樣子 還有沒有問題 這個就是我上個禮拜講總論 這個禮拜開始講的是比較細節的論證 這個論證大概 因為是一本厚厚的書 要我在兩個小時之內講完 有點困難 我做了三十年 那這是這三十年裡面的 存在他者記憶人群的 第一部曲就是 不知道嗎 第二部曲高高雲 第三部曲是高高雲 然後大概將來還會寫這個 最早的那個首部曲 就是講矮黑人 我對矮黑人的看法 我不認為他是尼古里套 我不認為 我在給學生上課的時候 我覺得尼古里套老早已經奮進 南島系民族的血液裡面了 台灣的 那台灣到底有沒有尼古里套住 我覺得就時期實在的人有可能 但是我不願意肯定 因為為什麼 台灣就時期實在的人很可能 是像琉球的港班人一樣的 不見得是對於人 所以這個不能夠直接畫上的 而且尼古里套可能也未必見得就是 就時期實在的人 他只是狩獵 所以這個是 我也許會寫 那裡面 因為從傳說裡面 可以解出很多有趣的東西 傳說不是沒有價值的 傳說你經過仔細的爬書跟 學術的論證以後 你會發覺有些傳說是 極盡意義的 為什麼 那麼龐大的傳說裡面 為什麼他只記這兩個字 只記這兩個字 我還有一次會講的東西 就叫做撒那賽這個字眼 傳說中的撒那賽這個字眼 這個字眼 怎麼樣去跟討可遺址對 怎麼樣去處理出一個大的研究體系來 這也是我跟詹樹堅 台詞所的詹樹堅女次 我們兩個交手20年 然後將近25年 從1986年我認識他 然後從1990年代開始 就是為了撒那賽這個 拿刀子對坎 因為我們兩個 以前從來沒有遺漾過 可是我覺得他最近好像 泄氣了 然後放棄了這個研究 那個也是非常精彩 我下一次 我聽到還有兩個 對不對 一個講 一個講撒那賽 然後另外一個講法賽 我覺得台灣原住民裡面的 相連的兩個特殊的證據 講到南島性民族的貿易體系 跟漢人介入的貿易體系的影響 會談這兩個問題 所以我講的歷史 大概跟各位覺得歷史的人 想像的歷史差很多 不過總是可以連起來 時間到了我就在這裡打住 謝謝大家